大家好,今天做了一个中风扳手的实验 第一步正确佩戴安全帽 拨护镜 手筷 手筷是加油口,看油箱油是否加满 检查表面是否归零 第二步检查班上 检查究本是否有破裂破损 损坏的损坏的地方 检查蹦站接头,搬手接头,胶管接头 钢猪是否有弹力 如若钢猪怼不动,说明里面有积压 找一合适的工具 对准钢球 用锤子敲击几下 这时会有油冒出来 说明里面的积压已经排出来了 胶管与蹦站连接 拧的时候一定要把丝拧紧 拧不动为止 胶管与搬手连接 胶管与搬手连接 出自加油使用 要不按按几次开机键 为了排空 以免蹦站细空不上压 按照开机键 关机键 关机键 把板手套到罗姆上 板力臂要靠石 带载实验时 切记手不要放在 放在着力点上 容易夹伤手 好 现在我们开始实验 按照绿色的开机键 现在开始打压 把板手打个不动 把板手夺夺夺放上形象 刺去完成 好